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在同意支付3000万元高额保释金后 纽约著名的乔领山东同乡会前会长安全中 被指控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及洗钱的案件于5月底获释 2022年底 安全中的律师曾提出1900万元的保释方案 但被法官驳回 根据法庭记录 安全中的律师于5月12日提交了保释动议 并请求进行紧急保释听证 5月25日 法官詹姆斯、阿尔、乔、James R. Cho 主持了安全中的保释听证 各方律师出席 最终将安全中的保释金定为3000万元 包括120万元现金和9处房产 实名担保人宣示并在保释金协议上签字 根据保释协议 安全中需在开庭审判前接受监督 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 相关人员将随机进行加访 核实保释条件规定的工作情况 他必须上缴所有护照 不得持有国际旅行文件 此外 他除了往返住所和法庭外 不得离开纽约市和长岛 他不得与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有任何联系 且只能与女儿接触 不得与外人接触 他将实施24小时居家监禁 除了必要的医疗 出庭和执行法庭指令外 不得外出 然而 安全中的律师于6月2日提出修改保释条件的请求 律师表示 虽然已经提供了八处房产作为保释担保 但剩下的一处房产手续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 因此 他请求将截止期限延长两周 从而使房产交付的时间能够顺利安排 法官于6月5日批准了这一请求 将截止期限延长至6月16日 被指控充当外国代理人并涉嫌洗钱的知名侨领安全中 曾在2022年11月的第二次保释申请中 提出了1900万元的保释方案 虽然该方案曾被法官雷耶斯、Ramon、EVS、JR接受 但后来被检方拒绝 检方称 安全中在中国政界和商界有广泛的忍耐 且在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巨额资产 因此存在潜逃的风险 法庭后来指派松本 TOA Matsumoto法官 并拒绝了安全中的第二次保释申请 需要先台湾或是失踪的 参照